这次咱没有走神 成功点到了对面主队 虽然说也没人跟我抢 抢也没有 这波咱这个手速极快 可能是对面队长是美女的原因 不过在这个称位面前的话 每次都是不值一提的 这波比我打完 这个奶罐妹子千万别恨我 然后我不能保证能赢你 但是咱保证每一回合 都会对你下私手的 逃不可及 咱为了这个称位的话 必须拼了 咱这个阵容最大的特点就是 有面上的能力 还有点上的能力 而且还有打篮的能力 对面是有三层压力的 而且对面这个阵容没有方寸山 完全干扰不到我们这种 三宫的进攻推进 可惜咱这组号比较仓促 宝宝配置有点差 没有进攻型的宝宝 也没有虚密 只有龙宫老板有 对面的这个运件也有点强 比武的话 这个赛制使24微合的话 就到绝杀时刻 所以说咱这边制定的策略 就是说先平稳的到24微合 然后东海员境界起来的时候 咱这边卷杀掉对面 就成功了 对面这个法方有点高 还好咱这边龙宫起的是打篮的景板 龙宫的每一次龙卷都能给对面调五色的篮 龙银的情况下也是每个单位 得外调五色的篮 龙宫还是很好用 很多水友经常问我 这个69反戏的话 什么门牌可玩性比较强 其实龙宫的话比较适合PK 但是做任务的话数据就会比较差 龙宫的话这个门牌在69的话 只适合打PK 他这个打篮竞麦还是很好用的 这个罗汉以后 咱这龙宫只能免了200多 对面这个法方应该都是带到六法方 对面这个魔王起了牛禁 不起先例的情况下苗我们2000左右 一个法报2000多 有点顶不住 这个龙三的无级别魔王确实有点暴力 咱这个东海渊的号只有三只宝宝 而且还有一只是没有高神的任务去灭 所以说这个宝宝的话比较吃紧 对面神木给魔王加了大招 看一下对面这波魔王的输出 对面这个花火山的伤害也是有点顶的 130的无级别打光 打我这个耐反的话是1700 对面四个中毒单位有点难受 又掉血又掉蓝 对面罗汉以后咱这边龙宫直接龙鹰 炸对面的蓝 我靠 平米了1400左右 一个单烧烧我普段2700 我靠我普段也是三法方后盘 有点暴力 好罗汉停了 咱这边东海渊该出售了 还可以啊 不起线力能 灭了1000左右 这一波面伤过去的话 对面也是很难受的 对面应该是全线的血线吃紧 我去对面知道我东海渊号没有宝宝 疯狂请我东海渊的宝宝 咱们现在东海渊还剩两只宝宝可以使用啊 其中一个还是没有高神的宝宝 这才进行了第七回合 好 离绝杀时刻还剩12回合 咱现在已经坚持了一半了 对面现在已经很难受了 应该是全员残血 但是没有虚迷很难受啊 没有虚迷的话就是说退不掉比赛 咱只能等绝杀时刻 好 又是一波面伤过去 炸过去 龙卷雨季爆一下 对面血线全部残 咱这边把对面的女儿颠倒 继续龙音 只要对面放罗汉 咱这边就放龙音啊 给对面打烂 对面又需要加血 又需要加烂 很难受 好 16回合 离绝杀时刻还差8回合 咱这边完全能坚持得住啊 东海渊还剩 最后两只宝宝 看能不能给他们一速中个大死亡啊 如果说能中个大死亡的话 游戏直接结束 哇靠 对面魔王单烧 轻飞了我最后一只高神的宝宝 现在东海渊只剩了一个任务的虚迷啊 没有高神诱的 没办法了 只能拉出来啊 顶一下 因为还有7回合就结束比赛了 对面全员三血 很难受 对面的血线全部都很不健康 这样的话 咱打绝杀的时候 咱这边优势巨打啊 因为他们根本就预判不到 咱点杀对面的目标是谁啊 咱最后一回合的话东海渊会用小菊娃点杀 对面根本防不住的 给他来一边出气不易 跑离比赛结束还有6回合 先来一边群面 现在对面五个单位 血线压力极大 应该都是四血状态 早知道给这个虚迷带一个高鬼魂套了我靠 这宝宝实在不冲突 比比赛结束还有两回合啊 咱先起个罗汉防一手 咱这边普团憋了一把精青 准备在绝杀时刻的时候放精青 跑东海渊还有龙宫的出手 咱女儿是100%可以出手的 因为对面是没有方寸这个门牌的 没有推棉 其实咱普团愤怒够一个水清就可以 只要保住东海渊出手就行 再来一边面上 下一回合咱东海渊直接强冲竹卷 马上到了最关键的一回合啊 绝杀时刻来了 现在已经到了绝胜时刻了 这一回合咱选择点杀它的物理 所有的低速宝都点拉自己 点拉一下女儿 再点拉一下东海渊 再点拉一下龙宫 然后这个方寸和博物 方寸和普团山的这个状态是很好的啊 不可能被对面点死的 在那边起着罗汉状态 好对面女儿换了一个顺机 想把咱的这个女儿带走 好普团一把鲸鲸出手 这下东海渊和龙宫可以出手 对面这个花果山必死无疑 一波单表7000 对面还是有护盾的状态 好魔王也换了一个顺机的凤凰 好来弹川了 我靠 十分遗憾 您所在的白虎阵容输给了青龙阵容 我靠 这怎么回事 剩余队伍2比2 总言无等级30比30 但是我们组输了 我靠 但是我们是在我们组排名第一的 对面这个赞哥哥成了他们组的冠军 我收到了一个谢谢 这咱去看看录像 看看怎么回事 来看一下这场PK 这是刚才咱组的二组和对面二组决斗的这个录像 虎阵打地阵 应该是比赛时间不够了 这个两个队伍只打了三回合就结束了 咱来看一下最后一回合的这个绝杀时刻 对面大堂直接横扫魔王 还是可以的 魔王应该是队伍里最脆的 好成功倒地 不知道魔王有没有点拉 这个仕途开飞机的时候应该已经是比赛结束了 因为是4点半是强制结束比赛的 也就是说属于绝杀时刻 然后这个仕途没有选择连环机 对面大堂选择了开飞机 魔王的宝贝也没有点拉 这个善恶打了出去 如果说连环机的话是可以带走对面大堂的 这个宝贝也没有跟 好失败 对面绝杀了一个魔王 这个有点难受 咱自己的城位没有拿到 咱这次比武最大的功劳 就是说是帮对面的城位互相换了一下 对面的主队本来是能拿状元的 实力是最强的 但是拿到了榜眼 对面这个实力烧肉的二对 反而拿到了这个状元 这其实也是心虚比武最大的魅力 想拿城位的话 并不全部是靠实力的 这里面叠加了其实各种因素 包括这种人性失货了 包括这些意外的因素 然后这次比武 其实对我来说最大的遗憾 并不是说拿到这个 没有拿到这个状元城位 最大的遗憾可能就是说 没有点到这个牛牛兄弟 咱下个月比武 坐标2911集合 牛牛兄弟记得来点我 不见不散 就像我一样的一样的 这种人性失败了 这种人性失败了